创业机会的最初级形式 下面我们通过采访一些创业者来了解他们是如何识别到最初级的创业机会的 那么我现在的项目主要是解决这个用户吃的这个问题 那么其实在我们身边呢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需求还没有被发现 那么就我自己所处的行业来讲吧 那么比如说吃 我们做农业嘛在全国各地有各种各样的美食 然后包括农业的一个品种 那么其实是没有被消费者所享用到的 因为他没有办法去获得这样的讯息 也没有人去提供这样的一个资讯给他们 更没有人去经营这些产品和开发这些产品 所以这个是我认为我们大家对于需求比较这个缺少识别的一个过程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农业的这个产品和这个行业过程中 我发现有很多的闲置资源并没有被利用起来 就我自己所处的这个行业而言 因为我们主要做农业的一个产学员的一个转化 那么有很多很多的教授 他们也研发出了很多的农业的新品种新产品 但这些新产品根本就没有去做实地的种植 也没有大规模的推广 有很多非常好的产品 我们只有在实验室里面去偶尔吃到过 觉得非常的不错 但是并没有被市场所接受 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资源的浪费 国家投入了很多的钱 他们也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去做这个这样的产品 没有市场化的话呢 我觉得就没有那么多的意义 大学生在创业的时候 我觉得首先可以先去找一下那些没有被满足的需求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在夏大校门口 每天看到那么多人排队 想进到夏大里面去参观 那我也在想 我们能不能开发一款APP应用 或者一款这种小系统 然后把我们闲暇时间的学生 审核起来做成学生导游 然后让我们很多想来夏大 来夏大周边参观游览的游客 他们能够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应用 能够找到学生 然后学生又可以介绍自己的母校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很好的把这样一个需求 转化成产品 因为那么多的夏大的校外的游客 想来进夏大 然后有很多的 我们就看到很多黄牛 很多类似像流动的票贩子这种概念 然后其实既没有很好的让游客体会到夏大的这种风光 历史人文 同时我们学校很多学生想参与到一些社会事件 多接触社会 摆在家门口的机会又没有很好的转变 我觉得这个其实倒是可以真的可以做成这样一个项目 让我们学生也算是一种共享经济 还可以学生进行点评 然后游客还可以点评 他一下子就可以把我们校外的游客 跟我们校内的学生打通了 而且这个的话又不会占用时间 可能往往就是两个小时 甚至半天 带着他这种介绍 那我想这个体验对游客来说非常棒 因为我真正的是由夏大学生来给我介绍 那夏大学生也非常有意义 因为既可以兼职赚了一点补贴 同时又可以在游客身上感知到一些这种沟通 交流 对外 形象传播 同时也能够培养对母校的一种自豪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发现需求 和转变成产品的一个小的一个案例跟构想 当然其实在学校 还有很多这种创业的一些想法和需求 那我们都有待遇大家去挖掘 其实创业机会怎么来呢 创业就是去发现微微满足的需求 以及微微盘活的资源 其实结合我们的案例来说的话 我记得当时特别清楚 比如我当时在夏大读研究的时候 就发现了微微满足的需求 因为自行车经常被偷 这是一个痛点 大家如何解决呢 卖锁其实已经解决不了它的问题了 因为在小偷的面前 这个锁是形同虚设的 所以当时我就想到了 是不是可以换一种替代的这种工具 比如说自行车报警器 它就很好的实现一种替代 这也是一种需求 比如当时我们在刚开始 创立爱经品牌的时候 我们就选择去给一些医院 给一些研究所提供项目服务方案 因为作为医院的医生来说 他们其实有很好的一些样本 但是没有太多的这种技术解决方案 以及没有太多的时间精力去操作项目 所以我们来说 我们刚好看到了医生他所需求的痛点 在我们解决之下 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满足 资源这一块的话 其实当时我们在做研发的过程中 我们会发现 我们需要实验室 我们需要仪器 但是我们自己 如果作为一个大学生来说的话 去采购仪器 去建实验室 那成本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就要去发现 什么样的资源 会不会盘活的 所以当时我们也使了一招 特别有效的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租用了下达实验室 包括还有下达对面的海洋三所的实验室 来做整个产品的研发和外包 当然作为他们来说 我们也给到相应的一个回报 我们也赞助了学校 包括海洋三所的一些奖学金 以及一些教职工的一些活动基金 所以我想你能够去发现一些 未未满足的需求 以及未未盘活的资源 一定会让你在整个创业的过程中 走得更快 更简单 也更有效地 能够去实现它的一些商业价值 因为其实创业就是要去实现价值 没有价值的创业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比如说我听说 饿了吗的创始人早期 是因为打游戏 晚上打得特别晚 这个通宵晚游戏 饿了 发现没有吃的 也没有人送外卖 所以当时也是个很大的痛点 他就决定说 是不是我们可以搞一个外卖公司 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点 就延伸出来 他最终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项目 包括像现在也特别火的一些 共享单车的项目 也是因为他们在生活中 发现了一些痛点一些问题 并且得到解决的这样一个商业机会 其实我想的话 从每个人的自身的需求去考虑 或者你亲身经历过的一些问题 一些未被解决的一些需求 未被满足的一些需求 可能恰巧就是非常好的一些商业的机会 我们看到很多大学生的创业项目 基本上是由于它的活动范围的限制 以及它视野的有限性 决定大学生的大部分的创业项目 都是来源于校园或者校园周边 实际上从自己的身边开始创业 也是一条非常正确的路 而且中国的大学生的市场相当的巨大 目前中国已经将近有 两千多万的大学生在住 但是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市场 仍然有非常多 尚未被满足的需求 和没有被充分利用的资源 人人网退出去的校园实名社交来说 其实我们往往希望在校园里 认识到一些真实的资料 真实性命的人 但目前这块也是一片空白 拿我们经常所需要的监制平台 或者说二手交易平台来说 校园这一块的市场也没有被充分利用 还有一个很大的就是校园赞助 其实企业往往希望找到一个好的校园承办方 去在校园内进行营销 而且校内的社团或者其他活动组织 也往往希望找到学校赞助 但是他们中间都会有出现信息不对称 而且在校园的这个赞助的这个过程中 经常出现的也是社团 它的议价能力基本上等于零 因为往往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企业对于这个活动的承办方的信息 一无所知 所以这也是同学们可以认真考虑这个需求机会 至于说校园没有被充分利用的资源 一个高校最核心的资源 是科研成果和人才 中国的高校大部分的科研成果 是被研发出来之后数字高格 原因是因为其能够认真去做科研成果的人 往往没有商业思维和市场思维 而真正具有市场思维和商业思维的人 又没有这个能力去研发产品 所以我们相信中国高校的科研 一定会进行改革 往市场化和商业化的方向转变 所以同学们可以关注这一块 至于人才 校园来说最大的一个需求 就是高校的人才和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不匹配的问题 大家知道经常出现的问题 是我们在高校所学的知识和专业 在社会上做的工作完全不对口 这也是一个出现了大量的 这种人才浪费的现象 所以我们要关注人才培养和科研成果转化 这两块的巨大潜力 大家的项目如果是来自于校园 大家一定要记住去 一定要是来自于校园 但是超于校园 我们经常看到的现象是 同学们的项目在本校做得非常好 甚至有很大的发展 但是在迁移到其他学校的时候 我们碰到地雷 就是因为它的产品或者它的服务 只是适用于本校 它一定要学会可复制 能够超越于资源型的东西 如果你只是说想做一个地区 或者一个高校的生意 它的市场潜力就远远低于 你所能预料到的东西 所以我们给同学们的 大学创业项目的建议是说 你要既要有扎根于校园的 这个深度能力 同时也要超脱于校园之外的运作能力 视野要足够的高 弱点要低一点 这就是我给大学的建议 我给大学创业项目的建议